呃 大家好 我是喝吧 呃 今天要來玩 OpenTDD 然後就今天可能就開始要錄 呃 遊玩過程 對 然後 一集大概我會錄個大概 呃 十分鐘左右不會錄太長 因為我怕錄太長應該不會有人看啊 對 就差不多錄個十分鐘 就可能十分鐘一集 十分鐘一集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直接看新遊戲吧 我們就對 不要錄太長了 然後大地圖大小 1-2-4 然後大一點 嗯 差不多是這樣吧 直接產生吧 對 哎 這個地圖還不錯 一開始我會習慣找 人口比較多的 哦 這個人口 蠻多的 哦 隔壁有966人 這邊也315人 然後這邊有防護場 把牧場森林 哦 這地點其實 呃 其實還不錯 我們先以城這為目標條 我們從 這這三層 這三處 我們先蓋公車吧 呃 我想要可以 啊 先蓋首都啦 呃 深圳 我看一下 總部我們看在這 然後 藍色姓名 要取什麼 要超級大河馬 看一下喔 切中文 超級 大 河馬 好 爛對 公司名稱 河馬股份 有限公司 OK 那我們城鎮名稱 呃 看一下 河馬鎮 好 我們就以河馬鎮為出發題 OK 然後我覺得 這個 其實這邊都可以跑啦 這邊 這邊太遠了 這邊 這邊可以 OK 哦 空車 車蓋 中央 哦 這裡 然後可以 如果車盡量一個城鎮一個啦 這樣他們進場維修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是不是給我兩個啦 給我兩個去 沒有發現的 OK 我們買公車吧 先 準備買一台 讓他跑一趟 先從 我覺得要先從這裡跑 跑這裡 然後 再跑去河馬鎮 所以照理來講 路線會是 1 2 3 4 就是 再回圈 應該沒有重複指令吧 我曉得 應該是沒有啦 然後 我們蓋個鐵路吧 鐵路其實 就有收商品吧 看一下 看有沒有距離沒有要短一點 這應該有貨運帳 貨運帳越前期其實應該 就差不多了 那距離短其實不用 重開鐵路 然後 買 森林 然後 然後 這邊 這邊不是有收商品 這有 有收商品 嗯 這邊再買一台 這邊再買一台 這邊買一個 商品車 下關運送商品到城市裡面 好 複製 嗯 呃 诶 哦這一個 大概這樣子 然後 我們蓋個鐵路吧 鐵路的話 我想先送煤礦 還有一個 那是產多少 160公噸 哇很多呢 戒狼鬼不太多 還好 這個橋 這個橋 哎呦 我怕車子撞死啊 我怕車子撞死啊 給他 蓋個橋樑 這靠北 擋路了 擋路了 太吵了 再找人家 額 我怕車子撞死啊 以後 再找車子撞死啊 額 這個 再拌死了 我怕車子撞死的 買兩萬七應該夠了 我們不用再太多啦 我覺得先買個兩 買個三台差不多 先買三個 我們先先先送送一趟再送 我們先送一趟 然後我們就要在貸款再買一台 指令先用 然後貸款是一定要帶 前期貸款是一定要帶的 要不然你賺錢會很慢 哎 四速列車 不知道人數夠不夠 看一下 喔JK再買幾台了 我們再帶一塊 木材可能 太多 商品呢 沒有 還挺快就拿回來 是 沒有 已經沒有 熊 OK OK 好 呃 連起來 欸沒有在 滑空的 哦 我以為沒有抓到錢 OK 我覺得 呃這十分鐘的成果 差不多建立了基本的網路了 只有公車跟鐵路這樣子 可以我們存檔吧 YT OK 好 那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 我想要問大家的是 你們會想在Twitch開OpenTT的直播 還是在YT開OpenTT的直播 因為我目前想到兩個方案是 因為我的直播主要是在Twitch 然後 我的影片主要是在YT 啊 可是我怕觀眾沒辦法集中 所以我想為你們應接是說 我看就是 我只要有玩OpenDD 我就是在YT直播 然後影片放YT 然後Twitch只要是玩日麻 就是可能不會直播OpenDD 可能不會啦 對 就是我不曉得 看你們想要哪樣子 因為最近 我的訂閱數量 也不是說到很多啦 就是跟我 比我預想之後還要還要多 對 然後也是感謝大家的訂閱 對 我做我創那個頻道創很久 因為看我之前影片 也是出長非常多影片 對 然後我影片有這些寫的歌 也可以稍微去聽一下 雖然沒有很好聽啦 可以稍微支持一下 ok 然後感謝大家的收看哦 大家再見拜拜